大家好,我是品牌哥 这次视频脱更了很久 实在不是我更新慢 主要是这期视频需要查的资料有点多 我前后查找了50多篇论文 就是想给各位观众制作最硬核的视频内容 视频制作不易 非常希望得到大家一键三连的支持 话不多说,我们这就上车 1984年6月15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Bear Paul 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如此写道 说起种子战争,或许很多人比较陌生 听说过石油战争、芯片战争、货币战争 就是没听过有种子战争 而说到一家公司,或许很多人又有所耳闻 关于他的抗议曾在全球52个国家超过400个城市举行 他身上背负的诉讼超过13400起 官司从年头打到年尾 他就是史上仅有的一家 称得上臭名昭著与邪恶并存的公司 孟山都 熟悉品牌歌的观众都知道 很早之前我就做过一期关于孟山都的视频 揭露了孟山都是如何用他的邪恶之手来毒害世界的 感兴趣的观众看完后可以回看一下第136期视频 本期视频品牌歌将从种子战争的角度 讲讲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公司 又是如何利用另外一只邪恶之手来制霸世界的 邪恶的一切源于一个注定不平常的年份 1901年 就算再过一千年 人们也还会记得1901年 这一年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赔了4亿5千万两百银 李鸿章在屈辱中离世 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来欲刺身亡 一个叫奎妮的软饭男拿着老婆本 开了一家以老婆姓氏命名的草根化工厂 孟山都 从此 孟山都便开始了经济海盗的创业之路 而这也让它与邪恶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孟山都的发展史 就完美的毫无瑕疵地诠释了 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生产唐金开始 到剧毒弩药PCB 环境杀手DDT 生化武器成剂 再到草干粒超级除草剂 孟山都攫取了大量资本同时 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地鸡毛 可以说 一部孟山都的发展史 就是由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例 堆积起来的罪恶史 早期制毒的经历 让孟山都在完成资本积累同时 也饱受诟病 世界各地都爆发了大量的 针对孟山都的游行 于是 为了摆脱制毒的帽子 孟山都开始了战略性洗白 只不过 这一次 他又毫不违和地走上了邪路 站在了历史的背面 1970年 美国政府制定了植物保护法 孟山都就敏锐嗅到了 种子市场潜在的巨大商机 开始蠢蠢欲动 各种布局 1981年 孟山都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 成立了分子生物学小组 开始专注生物技术研究 没过多久 孟山都的科学家 就在生物技术领域有了重大突破 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的基因 首战告捷 孟山都尝到了甜头 也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这之后 孟山都大量并购了 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 并且将重心调整到农业领域 另外 为了摆脱自己的臭名声 他还在1997年的时候 将其所有的化工业务和相关官司 转移给了一个新成立的公司 首诺 后来 这个公司破产了 这也许正是孟山都所期望的 2000年 孟山都与一家叫 法马西亚普强的药品公司合并 过了两年 就将该集团农业板块的相关业务 开分开来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孟山都公司 至此 孟山都已经成为了一家 地地道道的农业生物育种公司 随后 孟山都就挥舞着资本大棒 在世界农业版图前 雄心勃勃地 绘制着自己的种子帝国蓝图 2005年 用14亿美元 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蔬菜和水果公司 圣尼斯 圣尼斯是一家向全球150多个国家 提供超过3500个品种的超大型种子公司 在北美的销售比例为24% 亚太为23% 非洲欧洲为38% 此次并购 也让孟山都超过了另一个农业巨无霸 陆邦 成为全球转基因生物的带头大哥 至此 孟山都种子帝国正式崛起 兄弟们 请把邪恶打在公屏上 手握基因武器的孟山都 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商机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起1974年上市的 孟山都旗舰产品 草甘令除草剂 农达 它是当时风靡全球销量最大的除草剂 所过之处树木枯黄 寸草不生 小时候家里用过的观众 可以扣薄衣 在孟山都转型期间 他们的科学家们就发现 一种叫矮牵牛的植物 能够抗草甘令除草剂 于是 他们就将矮牵牛的基因 植入到大豆 玉米 棉花等作物中 这样一来 任何植物都无法在 草甘令的农药环境下生存下来 唯独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 用了孟山都家的种子 可以配套喷洒草甘令 而喷洒了草甘令 就必定要买他们家的种子 孟山都就用这种强盗的方式 牢牢控制住了市场 这就好比2017年 杜雷斯姆公司历劫时 以179亿美元收购美赞尘 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 买下最大的奶粉制造商 赤裸裸地诠释了 什么叫风险对冲 不成功 变成人 要么你今天用他们的套 要么十个月后 用他们的奶 到了1994年 孟山都的首个转基因作物专利 草甘令抗性大豆 正式通过美国农业部批准 1996年 孟山都开始销售草甘令大豆 那时美国国内只有2%的大豆 是孟山都的专利 而到了2008年 美国九成以上的大豆 都是它的转基因大豆 从上面来看 孟山都实施种子帝国的战略 其实就是一套组合拳 技术研发 收购全球种子公司 申请专利保护 垄断种业市场 获得巨额利润 但在打出这套组合拳的过程中 存在着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孟山都是如何推广转基因种子的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 这里先不给大家透露 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孟山都可是有几把刷子的 它采用了立体化 无死角式的推广模式 首当其冲的就是舆论宣传 一方面通过铺天盖地的信息流轰炸 为转基因种子的推广造势 比如今天在推特上发一篇 论转基因种子对人类的重要性 明天又在脸书上发一篇 论转基因作物的五大优势 长此以往 农民伯伯就被成功安利洗脑了 另一方面 他们还雇佣网络喷子水军 对转基因作物持意见的科学家们 进行骚扰 人生攻击 败坏他们的民生 甚至让他们失去科研经费 丢掉工作 其二 财大气粗的孟山都疯狂烧钱 兼并了大量种子公司 其中就包括知名的 美国迪卡 盖子棉 圣尼斯等 通过减少竞争对手 来控制非转基因种子的流通 转基因种子就这样被推广了 其三 打着粮食援助的旗号 干着行销推广的勾当 比如 1999年的时候 印尼发生虫灾 孟山都就向其捐赠了 五吨杂椒玉米种子 以及一吨草甘粒 可还没过多久 孟山都就宣布 要在印尼筹建一个 年产3000吨杂椒玉米种子的公司 其次 投入人力物力 进行政治游说活动 公开的资料显示 孟山都一共组建了 两个政治游说组织 即孟山都政府基金组织 和孟山都公民基金组织 前者负责对政治现金活动 进行指导与审查 而后者则是负责具体实施 从这个图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 孟山都用于政治游说的费用 总体呈上升趋势 光2008年 在这一项上的投入 就高达800多万美元 事实上 孟山都明白 仅仅靠这些手段来推广 是远远不够的 最重要的 还必须得在政府打通关节 活动人脉 在这一点上 孟山都更是甩对手几条街 纪录片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 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在孟山都 FDA DOD EPA 美国最高法院 甚至白宫高层里 出现了孟山都旋转门现象 在美国政府和孟山都之间 存在着特殊的人事合作关系 可能今天还是孟山都高管 明天就是政府要员 举例来说 孟山都的董事会成员 迈克尔坎特 在离开白宫前 是美国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 同时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律师 美国前农业部长 安·维尼曼 曾在孟山都的子公司担任董事 他是生物技术的鼓吹者 在2001年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后 就参与制定了转基因作物的相关规定 琳达·菲舍 先在EPA美国环境保护署担任助理署长 然后到孟山都当了5年的副总裁 之后又回到EPA美国环境保护署任副署长 此外 孟山都与DOD美国国防部的渊源就更深了 早在1943年 孟山都就受邀参与了 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更有甚者 越战中使用的成绩 就是孟山都根据军方需求生产出来的 最后一点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 孟山都必须为自己的转基因专利 找到国际法的法理依据 为自己证明 好让自己更方便 更名正言顺地 推你他 偷你家 比如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以及世贸组织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就对孟山都提供了制度保护 其中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就明确规定 未经育种家的允许 任何受保护的品牌 都不得进入生产与销售渠道 总之 孟山都的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 我们回到前面卖的关子 也就是 我下面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孟山都是如何控制 转基因种子的流向的 通常情况下 孟山都在卖种子给农民的时候 都会要求与农民签订一份协议 该协议规定 农民不得储存种子 更不能用于交易 一旦发现 就要赔偿他们100倍的损失 因此 为了更好防止打击农民私藏种子 孟山都聘请了美国前CIA或FBI的工作人员 甚至在1998年的时候 还雇佣专业侦探公司 平克顿 为自己监督农民 平克顿公司 以一只睁开的眼睛的宣传画 和我们永不睡觉的口号 闻名全美 在全球30多个国家 有超过20万的雇员 势力遍布各地 他们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潜入到田间地头 进行拍照录像 或是渗透进农民组织的集会中 刺探所需要的情报 或是装作查户口的工作人员 收集农户信息 又或是从农民内部进行瓦解 鼓励农民告密 不仅如此 孟山都还有一套强盗思维 一块田里种了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 如果附近的非转农作物 通过丰媒或者虫媒兽粉 沾染了孟山都的转基因作物 就属于侵犯了他的种子专利 农民要想证明没有侵权 就得拿出证据来证明 罗翔老师听了 也只能贪守直呼内行 一般来说 被孟山都探子盯上的农民 都会选择私底下与孟山都和解 而那些应当的农民 就会被孟山都的律师打官司 打到破产为止 因此 有必要说说孟山都版的南山必胜客 孟山都早在与农民签订协议的时候 就有所准备 该协议规定孟山都有权选择 在密苏里州的圣路一丝市法院开庭 这样一来 被告上法院的农民 就不得不从其住处 赶往圣路一丝市法院 而这里正是孟山都的大本营所在地 所以基本上都是孟山都营 圣路一丝市法院至于孟山都 正如南山区法院至于俄厂 两者就是这样的关系 2007年 孟山都还使出了一招杀手锏 收购了三角洲松兰公司 掌握了一项叫做终结者的种子专利技术 彻底断绝了农民私藏种子的可能 该技术是在转基因作物中 加入三个终结者基因 在种子胚胎发育的后期 会产生一种毒素 杀死自己种子的胚胎 最后得到的是成熟但不育的种子 终结者技术实现了种子的自生自面 目的就是想让你每一次种植 都得买它的种子 后来这种技术遭到了部分发展中国家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反对 才被迫终止 但孟山都还不死心 又研发了终结者第二代 即TiGuts 具体的来说就是 孟山都的种子 只有使用孟山都生产的农业化学药品 才能增产抵御虫害 总之 孟山都手段五花八样 补所不用其极 不仅成功控制了种子的流向 还顺带配套卖了自己的农药 终结者技术 直接终结了12000年来 人类自由播撒种子 自由交换种子的传统生产方式 而这项技术也造就了 无可撼动的孟山都种子帝国 到2014年 它掌握了世界上90%的转基因种子专利 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 70%至100%的市场 孟山都如此大费周章地缔造它的种子帝国 它的终极目标到底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就是通过发动种子战争 不战而驱人之兵地左右着一些国家的发展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确立其农业的全球话语权 达到对他国的政治控制的目的 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 你要是不听话 就让你饿肚子 而这幕后最大的操盘手 已不言自明 正如美国南希斯旺逊博士所言 他们以为科学是当下的宗教 控制住了科学 就控制了云云众生 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 吉辛格的名言 你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你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整个人类 控制石油和控制全人类的粮食 正是吉辛格为美国制定的国家战略 现在也可以说 你控制住了种子 你就控制住了粮食 另外 在1980年里根时代的圣塔菲会议文件里 也曾明确地描述了美国对世界控制的策略 粮食供应是一种必须控制在手的政治武器 用以消灭敌对的国家 没错 就是孟山都一直在做的事情 血淋淋的事实 惨痛的教训 就曾让潘帕斯雄鹰折了羽翼 20世纪80年代以前 阿根廷人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他们不仅能够留足自己的 还能大量剩余向世界出口农产品 然而 一场因石油价格暴涨 引起的美元债务危机 让阿根廷一度濒临破产 全国上下都笼罩在资本外流 经济衰退的阴影下 当时的梅内姆政府 对阿根廷经济强行实施休克疗法 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同时 还对转基因作物进行推广 希望以此来偿还外债 也正是这场危机 让阿根廷有幸成为了世界上 第三大大豆生产国 那个时候 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高产 在阿根廷很受欢迎 于是 阿根廷就求助于孟山都 并在1996年 成功引进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 阿根廷人沉浸在喜悦中 殊不知是引狼入室 一场没有硝烟的种子战争 已悄悄来临 刚来的时候 孟山都还很配合 不仅不收取专利费 还以相当低廉的价格 将种子和农药卖给当地农民 另外 对阿根廷农民的违法行为 孟山都都看在眼里 没有放在心上 放任他们盗种 很快 在孟山都的强大攻势下 阿根廷本土的种子和农药企业 纷纷倒闭 而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 却以摧枯拉朽之势 迅速占领了阿根廷大豆 99%的市场 几年后 眼看韭菜长得差不多高了 孟山都就挥舞镰刀 开始收割了 1999年 孟山都突然变脸 要求向阿根廷农民 收取所有种子的专利费 阿根廷能答应 不能 霸气拒绝了 但韭菜都老了 孟山都又岂能善罢甘休 于是2004年 孟山都继而转向英国 丹麦 荷兰等阿根廷大豆的欧洲买家 提起诉讼 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 而这些买家 显然是不会为阿根廷买单的 这一招比较阴毒 消息一出 市场上对阿根廷大豆的需求 大幅减少 斗农损失惨重 当然 阿根廷政府 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当时的阿根廷农业部部长 米格尔坎伯斯 已通知阿根廷住各地的大使馆 做好了对孟山都 进行反击的准备 只不过 此时的阿根廷大豆产业 已被孟山都垄断 根本无还手之力 无奈之下 阿根廷政府 只得委屈巴巴的妥协了 最终同意支付技术赔偿基金 并且允许他申请专利 此意 阿根廷政府 对阵美国孟山都 孟山都完胜 对此 一位阿根廷作家 曾悲愤地写道 我们沉浸在羞耻之中 阿根廷的国家认同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一场大豆革命 让阿根廷在进步的名义下 全面失去了 对大豆产业的控制能力 转基因的阿根廷 贫困率从5%上升到了51% 阿根廷欲哭无泪 历史反复证明 国家的兴衰与从亡 有时只在一粒种子之间 这绝不是威严耸听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悲剧同样上演在印度三哥身上 上世纪90年代 为了侵入印度市场 孟山都首先以高于24倍市场价值的代价 收购了印度当时最大的种子公司 紧接着就是一波宣传吹捧 转基因棉花种子 抗虫性好 产量高 气候适应性好 天真的印度平民也就相信了 幻想着好日子要来了 比如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绝大部分平民 就在当地代理种子公司的右劝下 纷纷唤用了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 也取得了不错的丰收 就这样 接下来的短短几年里 转基因棉花种子就遍布了印度95%的棉田 印度因此也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棉国 后来三哥们却发现上当了 转基因棉花种子的效能越来越低了 产量也没宣传的那么高了 他们必须要从孟山都这里 购买更多的种子 化肥和配套农药 才能勉强维持收藏 要是遇到天灾 基本上血本无归 不想种孟山都的种子 可是又买不到其他的种子了 昂贵的种子化肥农药 再加上没日没夜的劳作 换来的却是入不敷出 平民们无力偿还背负的高利债 便开始失去土地 陷入重度贫困 最后被迫自杀身亡 而配合孟山都清销种子的当地代理商 银行却大发横财 富得流油 一位印度当地人士曾一针见血道 印度平民从前很苦 但尚能活 孟山都来了 他们连活都活不了 苦涩的种子 这部纪录片 也曾揭秘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真相 在开放基因棉花到2011年为止 印度已经有超过30万农民 为债务所逼 喝农药或者上吊轻生 印度农民的自杀率一度高达 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轻生 科技让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劳动 一文不止 我们只听得见欢呼雀跃的声音 因为那些不为此欢呼的人 已经被牺牲倒下 发不出声音 在这里 推荐大家看看这部纪录片 感受一下孟山都给印度棉农带来的血泪史 最不能忍的是 孟山都的资本大棒挥舞起来 连自己的邻居墨西哥都不放过 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大国 其国内的玉米品种众多 多达百余种以上 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杂交受粉在一起的结果 墨西哥为了保持当地玉米品种的多样性 甚至尝试禁止转金作物的种植 1992年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裹挟下 大量的孟山都玉米 堂而皇之地涌入墨西哥 这些玉米享受着美国政府的补贴 价格是当地的一半 墨西哥当地的农民竞争不过 只好被迫降价 很快 墨西哥的农业就沦陷了 大量的农民破产 跌入贫民窟 走投无路的他们纷纷涌入美墨边界 后来他们一气之下 锄头一扔 机枪一扛 就跑去种大麻去了 墨西哥也因此成为全球毒品供给基地之一 墨西哥人种出来的毒品 反过来又卖给美国人 把美国人搞得愈先愈死 也许这就是一种反噬 2008年 孟山都创收113.65亿美元 其中净收入高达20.24亿美元 2009年创收117亿美元 在财富杂志评选的 全球100家增长最快公司中 居第41位 巨额的营业额 甚至超过了当时 整个中国种植市场营业额的总和 孟山都在聚连巨额财富的同时 又一次让自己的形象跌落深渊 成为众矢之地 的确 它是邪恶的化身 触角所及之处 都是一片重灾区 搞得民不聊生 怨生在道 因此孟山都的种种罪恶行径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愤怒 各地抵制孟山都的游行 抗议活动 此起彼伏 甚至喊出 人类必须在孟山都终结人类之前 终结孟山都 2016年10月14日至16日 孟山都作为典型代表 被数百名来自五大洲的 农民 律师 环保运动者 和专业法官组成的 荷兰海牙孟山都法庭 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历经六个月的审理 法官们判决 孟山都犯了如下四宗罪 危害环境 土壤 水源 植物和生物多样性 掌控种子专利 危及食物权 危害健康 迫害科学家 威胁科学独立研究 2018年 德国拜尔以630亿美元 收购了孟山都 为他的罪恶 画上了句号 江湖从此归一统 世间再无孟山都 孟山都已成过往 转基因技术 到底对人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无从得知 也不做评价 因为到目前为止 转基因食品 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 被证明有害 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 转基因食物 在几十年后 依然无害 可是 从孟山都的行径中 我们分明可以看到 一方面 孟山都的确让 成千上万 受困于作物产量 不足的人受贿 让他们吃上了饭 另一方面 又让原本贫穷的农民 雪上加霜 陷入了更贫穷 甚至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科技向善 亦能为恶 科技的意义 永远在于 展现其天使的一面 而非魔鬼的阴暗面 在于其为正义之人所用 而非让人类自毁长城 否则 打开的可能就不是 阿里巴巴的山洞 而是潘多拉的磨合 那么 我们是应该支持 科技崛起 有贫有负的社会 还是应该限制科技 全民平均不富裕的社会 几乎所有人 都会选择前者 因为前者 给人以希望 我一定能进入 富的那一类人群 问题是 谁不希望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